俄罗斯今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 不过就在俄军进攻前4天2月20日 法国总统马克宏与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电话中激烈争执 普丁指控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非法领袖对马克宏撒谎 而马克宏则批评普丁法律认知有问题 通话内容上周遭法谜曝光 周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 法国单方面公开不服外交礼仪 欧中议会6日投票决议 将部分核能核天然气发电标记为绿色能源 也就是纳入永续能源的范围内 反保人士主张此举无助于达到 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 奥地利表示这项漂绿计划一生效 就会提起法律诉讼 日美一项调查发现 北韩可能直接将煤炭走私到中国 从2021年1月起 追踪180艘与北韩有密切关系的船只数据 至少50艘以上船只曾在中国港口停靠 包括停在辽宁和河北省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 联合国成员国被禁止进口北韩没害 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共政府很可能违反了这一规定 日本第26届参议院大选将于7月10日投开票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东京选区 有多达34人争抢6席 不乏名人投入 另外面对年轻族群投票率低 日本艺人与文化园自发录制影片呼吁投票 地方选委会顺日请来知名声优语猫咪 拍摄呼吁年轻人投票的影片 新唐雅台电视整理报道